多謝師傅 我覺得親近十年 相信一生在我一生裡面 影響到我很大 如果不是這樣 我就不可能在這裡站著跟你講見證 可能會是我唯一自殺阿職 其實我本身是中和時代上的耶穌 很大後面離開 然後幾年前到六年前 回到教會 為何會回到教會 因為經濟問題 我本來是家庭主婦 坐著兩個女兒 然後五六年前 因為經濟問題 然後就要出來做事 我媽媽說要出來做事 不做不行 我好久沒做事 其實有點害怕 想起我一份工作的時候 上司對我都很害怕 經常用粗口吶 我怕得很厲害 我怕得不能上班 有個恐懼症 簡直是怕到恐懼症不上班 我怕得很厲害 但是要上班 我妹妹說 你好像以前回過教會 你不如去祈禱吧 對 好像可以祈禱 後來她就帶了我回教會 我說回教會 好像不愛而是 因為我以前回教會 都是很普通的 我覺得有神 但我好像祈禱又好像少 但是我用歌曲 賺美去感動我信耶穌 其實我是這樣信耶穌的 我覺得聽到她的詩歌是很平安很平安 然後我給了一般的紀教徒 所以我感覺不到我回教會 我嘗試回教會 因為我真的很害怕 很害怕 我回去了 但是一個很特別 我覺得真的有平安 那個平安就回來了 但是我發覺那間教會 在這裏說話 說那些我不懂得聽的 即是叫做謊言 即是已經所說的謊言 可能叫謊言 我完全很害怕 因為以前教導 那樣是叫做靈欣 我很害怕 我又沒有邪教 又沒有邪教 害怕得我很害怕 但是他們那些人又很好 我說算了 回到一個聚會的時候 他們在這裏祈禱 我為了工作 祈禱那時我很害怕的工作 想起中了這個項目的時候 我就不停的流淚 不停的嘴巴在說一些東西 即是嘴巴自己在這裏動 是在說一些東西 自動動的 是在自動說一種說話出來 我害怕 我說是什麽來的 我很害怕害怕 那些人說是謊言 我說謊言 這樣是不是不害怕的 他說叫我多點去練 我又很聽說去練 我上班的時候 站在那裏去街上又說 總之在走著步路說 我非常聽話 不停地說 說得真是很不同 我每天起床 我本來回11點鐘 我7點鐘起床 就不停在那裏祈禱 讀聖經 我不懂什麽叫祈禱 但是我教了一本書 就不停讀 不停讀 宣告我是神的兒子 神很愛我的 就說我們是誰 這樣就讀 然後就讀聖經 不停讀聖經 讀到 後來我說 很開心 我讀聖經 連我本身有胃痛 我不可以先不吃東西 但是我不停讀聖經 連我胃痛都沒有了 很神奇 我覺得這件事這麼奇妙 我很喜歡 然後又回教會 又很喜歡回教會 因為我工作不能回到教會 即是不能回到定時的主日 因爲回去要走的 因爲主日擾場 那我跟耶穌說 不行了 我不可以做這份工作了 我要找一份工作了 然後去回教會 那我真的突然間 退了這份工作 那些人說 你傻了 沒有工作不行的 我說不行了 我要回教會 我要多一些教會 我們當時有幾堂讀 我說從第一堂讀 又猜猜猜猜個下午 回教會 原來很喜樂很喜樂很喜樂 是很想讀聖經 很想讀聖經 那神人很有趣 在教會裏面 給了我們一些機會 帶了我去一個義工那裏 在電視做義工 聽電話去傳呼音的 那我很開心 我走了去聽電話 然後聽了一些 夫妻關的關係 原來是要自己互相去接納的 那神原來是鞏固我一些 原來是婚姻的問題 那我又帶了很多人回教會 因為那時很喜歡傳呼音 不停地 每個星期 帶了幾個回教會去回教會 那我很開心傳呼音 那我覺得神是很想帶著我 好像做一些東西 那時候我就是 因為帶了很多人回教會 那我自己本身 原來神是有一種事情去做 就是想建立我的婚姻問題 原來我婚姻出了問題 原來我一直以來三年裏面 都不清楚 不知道 但是神他藉著這件事 讓我回到義工裏面 去建立我人與人的關係 原來我自己本身是不認識的 和我丈夫相處也不認識 和小女兒相處也不認識 我經常顧著我兩個女兒 帶著她去補習 上學等等 但是全人投入去的 但是那時候周圍的家長都是這樣 我覺得自己很遺憾的做到這件事 我其實很盡責的 但是原來是影響我的婚姻的 因為我對丈夫分辣 又對她的問題也不知道 回來又沒有跟我說 我又說 等一下 我要女兒讀書 考試又不理得你 沒有跟你相處的 然後突然之間 我們回到教會半年 我老公又回 我老公也回 他有一些很奇妙的經歷就是 他因為同居了三年 即是他有婚外情 是的 有婚外情 我是完全不知道的 我就是知道他要照顧女兒的 那神怎樣顯示這件事出來呢 就是我老公又一起回教會 那神就跟他說 他說 你呀你這樣下去 就會走滅亡之路的了 因為加拉太書五章在那裡說 如果順著聖靈三年生 算是情日三敗壞 就同一天裡面 跟他不停用方向跟他說 主日學又說這句話 教導又說這句話 主日又說這句話 不如神跟他說 你如果這樣你就會去滅亡的了 他就有一個想悔改的心 神給他一個悔改 他想 其實神也會跟我說 其實 我是完全不知道這件事的 那天怎樣呢 那天他說了之後 神就帶你去我回家的時候 和我們一起回家 其實在門口 他就不肯入家 他就說你為何不肯入家 他就說你跟我來 他說去哪裡 你不如回家說 反正入到家 不如回家說 他說不行 要在旁邊的公園說 他說這樣嗎 那好吧 當時是沒有地方坐的 他有一個欄杠 攔住那個地 那張椅子 我們都要跨個欄杠去那裡說 他就說了給我聽 我同居三年 當時那個沙拉 如果我普通個人 我就一定會刮他兩包 然後就會罵他 我正常的那個人 但我可能回了教會之後 我之後去想自己 為何會發生那些話 就是因為我回了教會之後 聖靈的臨在跟我說 我記得說的時候 就說 你好運氣 我回了教會 現在神 現在才替我 顯示這件事 出來給我知道 原來因為我承受得到 神可能預備了很多事情 我之前回到那些義工 托住了我 那我就明白 為何婚姻有這樣的出現 你很慘 現在神告訴你 其實神是將這件婚姻 搞到最好的 現在告訴你 讓我能夠去明白 這個婚姻是有轉機的 神一定會幫我的 所以我相信這個神 一定是將這個婚姻搞到最好的 所以我沒有害怕 完全不害怕 所以我無緣無故說這些話 之後呢 這樣說 之後還可以 我說 中什麼收什麼 我以前都是不對的 我照顧著兩個女兒 那我就忽著了你的感受 你回來 就因為你可能跟我分享的時候 有些藝 被人屈 被人成的 工作裡面有困難 因為我自己是做工程 做判頭那些 因為有很多問題 令到她很不開心 以前不會在家裡聊生意 但是因為沒有生意 她一定要下 所以就認識到一個女孩子 那個女孩子 就跟我一樣 那她就 那我自己呢 就 有個錯誤 就是自己認錯 就是因為我自己本身 為什麼要照顧女兒 沒有理她 那夜神告訴我 這個就是錯 但是我一向覺得 這件事是對的 因為 隔壁左右的那些姦庭 都這樣說我對 因為我連坐車 那些人都說我 你很辛苦 照顧著兩個女兒 又揹著整身 我覺得自己很榮幸 那一件事 但是神這輩子告訴我 是錯的 我跟她認錯 對不起 都是我的錯 令到你踩到這個陷阱裡 我求你搖書我 這樣 這樣 這樣說回給她聽 大家都很傷心 然後我說 為什麼你要說給我聽 其實你瞞著我 一輩子都好 給我一個好印象 給我女兒 其實神要她說出來 但是我說 已經聽了都好 其實她說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她想我 帶她去信耶穌 因為當時我是 在電視裡面 帶人信耶穌 所以我說 你去那裡想去 在電話裡帶人信耶穌 對 在電話裡帶人信耶穌 她看到我帶了很多人 回教會 我那時候真的很喜歡全部進 然後 我說都好 這件事 有一個人信耶穌 都值得 我心裡這樣想 好 明天去吧 那人反而怕了 因為我 你怕那個人 那位第三者 你帶那個第三者信耶穌 對 我老公想我帶他 你的老公想帶他信耶穌 想我見他 想他信耶穌 因為他在他面前已經說了 我們不會再有這樣的關係 因為他信了耶穌 那裡的人都知道我老公信了耶穌 他不會有這些事情 在那個圈子裡 那他就叫我 明天去吧 直接快點 那個人反而怕 怕我罵他 我說不行的 要快點 我拿了一些 電視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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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書給他 我真的撿了 然後 明天一定要去 那去到的時候 我真的跟他祈禱 那他就悔改流露 流淚 他們兩個 很淒淋 然後帶了他信耶穌 我帶了他回教會 帶了我第三者回教會 我覺得很感動 因為我不知道神給了一個很超自然的平安 反而憐他不信耶穌 想他信耶穌 因為有一件事 我又查到一件事 我老公說 他可能有癌症 我說有癌症 如果我不要說他 他就犯罪 他可能有病 這樣不行 我一定要更加遙恕他 還有 他說他沒有錢 不如 我又想賺份 兼職幫他買錢 去醫病 如果 會有這樣的心態 我不知道為什麼 到現在我都從來沒有提過這件事 我真的明確知道 原來神給了他 真是遙恕給我的 我從來不會提這個第三者 不會因他而傷心 不知為何有這個超自然的瑤柱 我覺得神 你一定要幫我搞定 我不需要害怕 我一定會得 有神就滿足 那時候 完全不需要害怕 他說 他快點信耶穌更重要 我覺得這樣 後來教會安排大家去教 他說這樣的關係不太好 我覺得 都好 快點信耶穌是最重要 我反而 我老公去提這件事 我就會主動提 有時候去說一下他的情況 看看怎樣去幫他 看看現在信主怎樣 就會是這樣 我覺得神很奇妙 我覺得這個經驗給我實在 太開心 太震撼了 我沒有人知道我發生這件事 沒有發生這件事 教會沒有人知道 因為我沒有痛苦 沒有感 沒有任何問題 第一件 我記得跟我妹妹說的時候 我妹妹當時是婚姻問題 我跟她說的時候 她說她本身想離婚 我把這個問題說 說了這件事給她 她直接一塊石砍一砍下來 她說我一定不會離婚的了 我要堅持到底 怎樣去改變丈夫 要去信不信 第一個婚姻救了我妹妹 這個見證 我覺得感謝神 我覺得神很真實很奇妙 當你有問題的時候 原來她自然跟你解決 不用想 我當時是沒有想 不知為何神讓我說這件事 我還有我奶奶是證明人 我當時回到教會 不認識 不認識其他 看見她一年 醫生說 她說 沒有得救了 你一定要在老人院裏 是要在植物人 我們去到 我就很想她快些信耶穌 因為她真的未信耶穌 我說不行 她還未死 我一定有機會 我知道她聽到靈魂體 她靈就聽到 我祈禱便可以 我去到 主要救她 因為我拿著一個影響 就是當上主要耶穌 全家都得救 我要祈禱她得救 你不要拿了她的命 她一定要信耶穌 她一定會有的 我祈禱 然後我老公一起拿著手 感動到整家人一起祈禱 她覺得我很認真地為她祈禱 我奇奇怪 我說 婆婆你要聽到 我相信你聽到 你的靈聽到 如果你怕她怕黑 你以為人怕的時候 你跟耶穌說 你耶穌在你身邊 你就不用怕了 你要記住 抓住耶穌 我就不停跟祈禱說 在祈禱裡 我知道她一定會聽到 我說 如果你聽到 其中一段時間 一兩個月 其中一段時間 我說 你聽到 你眨眼 真的眼睛好像有點動 你說已經是 那不是昏迷 那叫做甚麼 植物人 植物人了一兩個月 之後她的眼睛 幾個月 然後她的眼睛 會動 慘了慘了 我說你聽到我說話 你的眼睛還沒動 你已經告訴我 你聽到 我才說 是不是真的 好像動 又好像不動 我看又好像動 不停地祈禱 我不管了 我每次去都這樣跟她說 你是就動 那好像真真真 那後來真的動 是 後來她說是真的 真的 對 那她說 你的手動 我醒了 你的手動了 那之後又動了 那後來真的醒了 醒了 經過了昏迷多久之後醒了 也整年 整年的 是啊 這個是很久的 很大的神跡 是啊 我們真的很震撼 我說 這麼久都可以醒了 我就是祈禱 其實 憑上一致信心 拿著鷹去祈禱 我相信 我說她不可以死 因為她還沒信耶穌 我經常拿著這句 她不能夠 那她醒了 就馬上傳呼音 我說 奶奶 我要和你傳呼音 你要信耶穌 她說真的 信耶穌 那後來 決一致信耶穌 那後來我查一下 她是否真的 原來一次跟我說 她說 我對不住耶穌 我說你為何對不住耶穌 我以前派米派成那些派奶粉 我去拿去 我其實還沒信耶穌 她覺得不對 以前做了這些事情 她覺得不對 認罪 我說不要緊 奶奶你現在信耶穌 祈禱就行了 認罪悔改神 便會寬恕你 她檢查到她 現在真的信耶穌 很感動 神救了她 真的信耶穌 然後我們就很開心 因為這個見證 令到一個 叫做什麽 我們那個親戚 內地的人看到 她覺得很真實 後來她 在 說不說到我奶奶 你自己決定 你不要說名字就可以了 是的 她看到我奶奶是這樣的 說很真實 在一個喪禮那裏 有一次我 在喪禮是誰的喪禮 我奶奶 後來她也認識盧閨主 是的 後來認識盧閨主 不知道幾年之後 她老了 認識盧閨主的時候 我很傷心 我說問神 我祈禱 其實神教了我 靜候等候神 那時候 因為我不認識 她不知怎麽 其實我很喜歡祈禱 想到神在書展裡 那本書都不叫我 買等候神那本書 我拿著回去便學 我每天坐在那裏 跟主聊天 晚上每一晚都有 坐在床上祈禱 我習慣了這件事 很有趣 我祈禱 神會跟我說話 有一次我馬上死了 很傷心 我坐在床上 坐在地上很開心 我問主 為何你救了她 現在又叫她這樣離開我們 她說 其實我已經救了她一次 那時候我祈禱 還救了她回來 相信她贏獸 其實她現在在上面都很開心 那樣 那她跟我說了 那她說 你聽到聲音還是一種感動 即是跟我說這些 聲音 是的 有些聲音 即是在裏面說話 會不會跟你說話 是不是聽到一個 譬如人的聲音 不是人的聲音 是怎樣的 不是外面外來的 在裏面跟你對答 是 裏面對答 是對答的 她就說她現在在天上廟好 然後說 這樣 她說我為何叫你呢 她叫我在那個報道 不是 在那個梳禮裏面 做一個報道會形式 是 她說因為為何 因為她的街 很多親戚都是鄉下的人 他們很少來香港 變成那一天她一定會來香港 她說叫我去跟她們傳呼音 這樣 要帶我媽媽去 這樣 這樣 我不認識的時候 就聽一聽 好啊 她大學平安很開心 我一定要做報道會 我不要傷心 我一定要做 我期望那一天 去到那天 我真的帶我媽媽去 我媽媽真的跟一個 鄉下下來的女士 在講福音 我不知道 我去跟她一起祈禱 一起決志 是 是 她知道我奶奶以前 植物人的事 救醒 她真實地跟她 自信耶穌 整件事 真的照著神 就發生了 是 很奇妙 還有 當時我真的傳呼音 心智很多 周圍傳呼音 有些人說 你是不是傳道來的 即是說 傳什麼 傳道來的 你周圍都說福音 她以為我是傳道 我說不是 我是喜歡傳呼音 其實 我覺得神很奇妙 安排了這件事 讓我在報道 這個蘇禮裡面 去感受到神的真實 告訴我 原來她照做的 真是的 原來很奇妙 我覺得原來聖靈 我當時 因為謊言的時候 接受聖靈 完全按聖靈的感動 做很多事 是 感謝主 感謝神 我覺得這件事很可愛 是 感謝主 好 你講一下你祈禱的時候 怎樣可以經歷到些什麼 即是你現在祈禱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經歷到 神那樣臨在的 是啊 是 你形容出來 你怎樣祈禱 和怎樣經歷到的 你說出來 其實我在祈禱的時候 我是想著神的 我很想學母 因為我整天都想著 我怎樣才會親近神 好像經常跟祂在一起的 我記得在這裡敬拜的時候 我敬拜是比較容易的 是 敬拜 有一個經歷也是 剛來新柱哥 不要緊 來這裡的時候 我什麼都不懂 又不知什麼叫異性 什麼叫感動 什麼都不懂 這樣 神就很有趣 有一次 突然間有個聲音 又跟我說 在公司 他告訴我 今晚在新柱哥裡面 有一個奉獻 叫清袋行動 告訴我 他告訴我 他說二木師會做的 石木師會做的 石木師會做的 是石木師會做的 我說這樣 我因為當時 我怎樣會記得 是2月25日 我是最頻繁 2月的 所以我很怕沒有錢 他剛好去銀行做工作的時候 經過劇院機 很想拿錢出來 我整個星期用的 我說 按了出來 如果今晚奉獻 就沒有了 我就考慮做不做 我覺得 聖靈行動 好像提醒我 就做了出來 按了出來 然後 其實當中 我自己有掙扎 可能 這個 我又分不出 這件事 就是聖靈帶來 就是有些掙扎 我說 神 你叫我做 你要甘心狼義 不要這樣 我有少少爭辭 又說不想來 神 我回家 其實經過新柱光 但不知這個巨人 怎麼上來 他上來 我可以不奉獻 但是神 真的很有趣 神一定會指示你做 又叫隔壁那個 打開河巴 我清光了 錢沒有了 那知道了 我神 我要做 我可以了 我拿了全身的錢 連稅子都知道有錢的地方 都扔了下去 我知道牧師說的時候 要奉獻的時候 都奉獻了 但那時候我覺得 我從來未試過 沒有錢都這麼開心 是非常喜樂的 有人跟他說 我捐了些錢 我沒有了錢 我不知道我八六六 有沒有錢 有沒有得增值的 不知道的 什麼都不知道 但是我非常喜樂 非常開心 因為我可能聽到神 神叫我做的事情 都做了 我非常開心 更有趣 在那一晚那個異象當中 突然間認識了什麼 見到異象 有多少異象 耶穌打開我雙手 在異象當中 我本來不是打開雙手 是拔開雙手 就放了一些東西在我手上 我不知道異象是什麼 我覺得有這個圖畫 就跟人分享 不知道為什麼是這樣的 去給我一些東西 我本來想不要的 他就一定要給我 我問這麼有趣 是什麼 我不是太懂分 我跟人說 可能神會給你一些東西 是真的 我問他留意你這件事 有沒有人給你 是真的 我就留意 到星期日 有個人 真的好像耶穌那樣 你來 拉在我一邊 然後 把東西放在我的手上 這麼像那個情境 很信 是什麼來的 其實是一張 是一張 利是 是利是 是利是 我覺得都很平常 或者可能很平常 有什麼特別 但很真 那個情境 想想 就偷看這封利是 去廁所 急不及待 偷看這封利是 然后一个是六位数字的捐赠给我 很奇妙 因为我不知道神知我的困难 因为当时我自己也比较困难 因为我的丈夫写了第三借 就会赌钱 赌输了钱 我就把我的钱给他还 其实这样是借态当中 神在这个异常都跟我说一些话 他说有个人问你借钱 你不要骑徒问他拿钱 因为那个人为何呢 我先生知道他可以还钱 有能力还钱 我有时候没有钱的时候 才按手要骑徒 叫他还钱 其实神叫我当时你要遥处他 你不可以追他还钱 我当时听了一句话 又轻松了 因为我没有钱的时候 还有个希望问人拿钱 我是不需要做这件事 又轻松了就释放了 我说很开心 是不可以做的 不要做了 那便知道这件事是不对的 神又教我这件事是不对的 我说做了 主要我做吧 我祈祷不去追他债 那我借命债债 这样 我想你现在说到你亲近神的时候 你祈祷爱慕神赞美神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经历 我会想着神 然后有一种喜乐在内里面出来 然后很想见到耶稣 有时候会见到耶稣 有时候会和我大冠练 我经常觉得耶稣在我身边 即是你会见到这些异仗 对 我经常转进去去大冠练 和我拆眼泪 有时候我很开心和我拆眼泪 我经常会见到这些场面 我经常觉得耶稣在身边 我觉得有时候喝一喝先来 我一人一口 会是这样的感觉 即是我经常很想他身边 很想怎样才可以维持这些关系 即是 我觉得圣灵里面是会薄薄跳的 会很兴奋的 是很紧张的 令到人很开心的 那种喜乐是很超自然的平安在那里 而且有智慧去处理事 是 感谢神 他很智慧的 有些什么问题 问他就会懂得回答你 会懂得解决 是 感谢神 很奇妙 这些经历 我经常说 俯平保能病 所以上ッ Romans 坐悔 täll,我看说 那时就要超过重力 你见我经常不停 赞恹神 感谢神 我就不停 又往下山就做了 不停一说 感谢神 赞恹神 原来一定 你正好它可以 lement Α 按照你 想让人él Me 如果被罵我 我都不得无动自钟 做错事 我也觉得 不要紧 再来做 做好些 因为我感觉 心灵就会健康了一点 有时有小小的东西 都会 有时uch 有时 Very difficult 例如说少少事的时候有少少不舒服 但我连清除都不会为别人设想 现在会进展到他可能有些问题 所以我们都要遇上去没有问题 会这样处理 我觉得近期有些测试我 感谢阿信 我觉得自己是越来越平安 还有越来越有的问题 有些什么问题我都容易去解决 不会影响到我的心情 因为我实际上要感谢耶稣赞美耶稣 我觉得这个很好 因为我教了我组完昨天也有组 我说你们不要学别人 学这些比较简单 因为他们比较简单 他们比较不太知识 我说你就学这个 感谢耶稣赞美耶稣 是不是很舒服呢 呼一口气 跟他们练了几次 你知道他们又不开心 说很开心 你懂不懂啊 很简单 感谢耶稣赞美耶稣 他们就起落了 这样就走了 你这段时间就这样做 你就很开心很期待 那些愁烦就没有了 那我觉得 很好用 是 感谢阿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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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随时祈祷 只可以得到平安力量 是 感谢阿神 你也刚刚跟我分享过的 你说刚刚那星期有经济困难 怎料神又给你另一个客人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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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器 对不对 对不对 我看你们 也有一天 你 我看你 啊 你 我看你 我看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